佐水社区关怀据点积极致力于长者的健康与休闲活动的推动 其中秀传医院在社区打造了佐水高龄健身俱乐部 成为区内关怀长者的枢纽 由秀传医院派任共造暨远居中心个案管理师刘芳林全新参与 她以专业的眼光致力于社区居民的健康 刘芳林不仅专注于血压的量测 更提供了运动复健的指导 确保居民拥有良好的身体状态 因为最近天气就是早晚温差比较大 然后希望就是长辈都可以保持身体健康 然后我们这边也会帮忙追踪他们的生理状况 如果说血压量测就是如果太高然后异常 然后那些数据都会传送到医院 然后如果长辈去医院就是看诊的时候 然后医生那边就同时也会连线可以看得到 他们的那个生理量测状况 然后就可以随时就是帮他们改药啊 调整那些的 作水社区关怀据点的事工黄华丽 以活泼的风格带动社区游戏活动 今天游戏的项目是相当有趣 参与者使用钓杆绑着磁铁 将只做成的鱼钓上来 形成了一场欢乐的互动 这样的游戏活动不仅增添了社区居民的娱乐乐趣 更拉近了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志工黄华丽的热情带动 让社区关怀据点成为居民们欢聚的场所 促进了社区内的和谐氛围 透过这样有趣且具有参与性的游戏活动 社区成员在轻松欢愉中 建立更加紧密的社交关系 我们都尽量劝长辈要来参加这个活动 才以后他们比较不会失智 在家又孤单 叫他们要常常来参加这个活动 比较快乐 才不会圆缓他们的活动 他们的体力增加 机力增加 来着你就比较有认识朋友 还有快乐 不要整天在家里看电视 没有他会越来越孤单 越失智 平常就是鼓励他们 来参加这个祭典的活动 记者黄中宁民间乡采访报导 WK 好